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副理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造型這麼漂亮的堅果塔 對 我們的堅果塔是全台唯一 愛心形狀的堅果塔 所以非常好潤 我發現它會看起來那麼漂亮 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你們擺放的方式 好像有點特別 對 這個其實真的就是要手工去排 所以像我們這個標準 我們最經典的綜合堅果塔 你看它的塔的右邊好了 一定要是放那個蕭蕭豆 所以它是一顆一顆要去做排列組合 就把它排好 照位置上去放 所以其實是非常備攻 這個都只能手工去做對不對 對 因為這沒有辦法 像一般堅果塔都是湯匙嘛 咬一坨堅果就把它壓進去 但我們不是 我們都要一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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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排 這樣子 才讓它看起來就是美觀又好吃 哇 那我先來品嘗這個 綜合堅果塔好了 很酥脆嗎 超級酥脆的 大家一定有聽到 剛才我咬下去那瞬間的聲音 我剛才咬進去的是 一顆好大顆的夏威夷豆 太過癮了 然後你們的餅乾好疏鬆 一咬就化開了 講到重點 市售堅果塔有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本身的那個堅果的果糖 另外一個就是它塔皮 那塔皮是最難的 就是大部分塔皮 其實吃起來都沒有辦法 像我們這麼酥脆 新鮮當然就會酥脆 可是每一家新鮮吃起來的酥脆程度 又不一樣 對 所以酥脆是第一個 我們塔皮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又減糖 減油 所以塔皮又比一般的那個塔 還沒有那麼油跟甜 那堅果我們果糖的方式也不一樣 我們用楓糖 加拿大楓糖 果糖 一般市售都是用太北糖 所以太北糖其實如果是這種 比較深色的那個果子啊 它就會看起來濁濁的 可是你看我們的都很漂亮 都晶瑩剔透 所以不只是堅果或是塔皮 都是盡量就是減油減糖 這樣子去處理的 對 對 當時你們做出來的時候 女兒應該吃得很開心吧 超喜歡啊 對啊 因為本身是有堅果 在那個就是餅乾裡面嘛 所以小孩吃餅乾就吃到堅果 所以也是有幫助大家 當時腸胃蠕動不好的狀態 是 而且我還發現啊 你們好真材實料喔 就算下面看不到的地方 也都是滿滿的堅果 對 對 對 我們其實真的就是希望 整顆滿滿的堅果 讓消費者可以吃得到這樣子 對 那接下來我就要來品嘗你們這裡 超人氣的曲奇餅囉 是 那聽說你們的曲奇餅賣了 20座101也太厲害了吧 每年超過啦 超過 現在已經超過 對 因為真的是賣得滿好的 對 那像是上面這幾款是什麼口味 這三款是我們的經典 這個是巧克力 然後這是原味 這是海鹽咖啡 那中間這邊是我們 應該是非常獨創的 一個擂茶的口味這樣子 就是客家擂茶的那個做法 濃入我們的餅品中 對 因為我看到你們的曲奇餅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是你們的品項好多 對 我們常態性的那個曲奇 口味大概那個 官網上大概就有12到15種 而且不是我們種類多是用香精 我們都沒有用香精 或是人工添加 都是純粹的 就是用天然的那個食材去做的 那我來嘗嘗看你們的 經典口味的巧克力 好啊 沒問題 因為我最喜歡吃巧克力 好 它吃起來的口感好酥好鬆喔 對 沒錯 而且我發現 你們的巧克力口味 它吃起來不會甜膩 然後有一點微苦微甜的口味 因為我們巧克力 是用那個法伯納75%的 那個巧克力的原料去做的 對 所以它本身就不會太甜 是 那加上本來我們就減糖減油 所以你吃起來就是 不會感覺好像很甜的那種 巧克力的那種甜食的那種感覺 對 這是最厲害的地方 因為它既有巧克力的濃郁 可是你吃完之後 因為它的口感是很柔順的 你不會覺得好像有很膩口的感覺 在嘴巴裡 對 對 你們當時要做出 減油減糖的這個配方 會不會花了很多的苦工 會啊 就是試吃 不知道試吃到多少次 經理都吃到變肥 肥到胖嘟嘟 不敢上鏡頭 然後因為我們不添加那個 剖中劑嘛 那為什麼呢 要讓它吃起來更疏鬆 那我們不添加任何這種化學添加劑 然後包含像剛剛講的這些口味 都不是用香精去調 所以變成打發時間就變得要很長 就比別人多了五倍 然後六千次打發 去用工序的方式 讓這個疏鬆的口感在 而且也保有它的美味 我想就是這個原因啊 所以你們這款餅乾 可以賣20座101以上 對 至少每年超過20座101 謝謝大家 而且我發現你們的盒子 做得好可愛喔 它是黑熊造型的 對 因為台灣黑熊其實是 就是我們台灣最 很經典的一個就是動物啦 對 然後它的那個 前面那個毛啊 也有愛心 尤其是V型 可是有點像愛心 那跟我們愛心堅果塔 還有我們整個就是 有愛的紅釘果子 是都很有呼應的這樣 所以一開始就會希望說 用這隻可愛熊 來跟消費者 就是大家溝通我們的 去奇兵這樣子 我還發現你們的台灣黑熊 上面有掉這個餅乾屑 對啊 因為大部分吃餅乾都會掉餅乾屑 這貪吃的熊一定也會掉餅乾屑 一定是太好吃了 是 那我來嘗嘗看你們這一款好了 好 它是什麼呢 這是我們有得台中十大伴手禮 首獎的鳳凰書 鳳凰書 我發現你們的鳳凰書 它的造型跟市面上看到的 也不太一樣 它是圓形的 其實圓形就有圓滿 然後有月亮那種感覺 對 尤其是它的顏色 有一點點是金黃色那樣 真的好像 黃金鳳凰書 對 有點像月亮的樣子 我來嘗嘗看 我最喜歡的鳳凰書的搭配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吃起來 鹹鹹甜甜的 對 因為它裡面有甜蛋黃 而且我發現啊 你們好會做這個高品的餅皮 妳好厲害喔 對 就是它吃起來就是 好疏鬆 你一咬就化開了 所以說其實牙口不好的小孩或長輩 都好適合吃 是啊 是啊 包含我們金骨頭也是 其實很多長輩也很喜歡 看起來很硬 但其實它咬起來是很酥脆的 就不會那麼硬 不會死硬 而且你們的鳳凰書 它的內餡啊 因為是鳳梨嘛 然後去熬煮的過程 我可以感覺到 它的口感是很Q軟的耶 對 就是我們除了鳳梨 還有加入一些冬瓜餡 就不是單純是鳳梨 然後那個是用鹹蛋黃 對 所以整個弄起來 它的口感搭配會很好 那加上形狀的關係 其實是蠻好入口的 要做到像你們這樣子 健康 然後低油 低醣的甜點店 我想應該不多吧 就努力 大家都在努力啦 因為這是一個 接下來的一個所謂氛圍嘛 大部分都不喜歡吃 就是傳統太油的東西 對 所以我想應該都是一樣 只是我們一開始 從立業一開始就是 以就是無添加天然 然後少有減糖 就唯一主要目的 對 其實在品嘗的時候 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那我接下來就繼續 我的下午茶時光 太好吃了 歡迎 小蟾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